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自驾进入西藏 不能参加散客拼团 需要入藏设外三星酒店 且从2014年开始 政府规定台湾游客不能与外国人一起旅游 三 限制进入西藏的一些景点 如果您的行程规划中有珠峰 阿里 波密 莫托腾 除了入藏纸外 还需要办理边境证 军区批准函和外办批准函 另外西藏有许多地方是未对台湾同胞开放的 如雅鲁藏部大峡谷 拉姆拉错 四十冰川等 四 台湾到西藏的交通指南 从台湾到西藏最便利的方式是飞机 但目前台湾没有直达西藏的航班 需要先从台湾飞到大陆的其他城市 然后再转机到西藏 推荐的路线为台湾到成都 成都到西藏 此外还可以从成都 从火车前往西藏 享受青藏铁路之旅 大概约三十一个小时的火车时间 好了 关于台湾人到西藏旅游攻略 就先讲到这里了 更多的攻略可以联系卓马 江西德乐 我是卓马 我们是做香港 澳门 台湾 以及海外华丝同胞到西藏旅游的 旅行社 如果你想到西藏来旅游的话 欢迎联系卓马 我的微信号是418992 我的邮箱是卓马1991 at gmail.com